賀君翔要往裡面擠嗎 給外縣的 往裡面放出手 你那個Panel 剛剛毛弟啊 完全認識靠年輕 速度就過過年輕 是 外縣 保持 我可以了 賀君翔剛剛標記 外縣 保持動作 這顆球放到NBA 去好好研究研究一下 是 MVP 得獎的是 男 也就是說那個 身高最高的那一位 得獎了 我覺得最重要是 要謝謝哥哥在辦這個活動 讓我可以追上小哥 好可怕 其實呢 這三季的選手 他們對於躲避球 都很有經驗啦 在後面是離開雙面 可以看到 這三個選手 一寫同場較勁 好 賀君翔 外縣拿到之後 傳給毛弟 三 他們都會喊聲喊出來 要提醒現在 傳球傳幾次 已經四次了 每一局是五分鐘 其實外縣很累耶 賀君翔 打中的廖允潔 賀君翔是一個橫角色 長一點球長一點 好 目前的收工的內場 誰沒有問 非常好 你最接到我還原色 報仇了 好不好 把紅第二場給接觸 王虎浩 還要夾跟習慧 來 習慧 開始動彈了 很明確 他進場 進場現在 藍隊 把人心給逆轉 在第一局的比賽 紅隊的內場剩下四個人 藍隊剩下六個人 所以是藍隊逆轉獲勝 好厲害 好厲害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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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楊綺跟王品浩 要來叫球 這個身高差滿多的 但是不跳 誰知道會在隨時唱 對 還是王品浩 跳到這個球 他跳得高不如長得高 對 好 賀君翔 讓他外場 加油 這個球 變沒有出去了 賀君翔把球救了回來 來 已經過了一分鐘了 李思宇的出手 被王品浩接到 思宇還是選擇攻擊 他對自己的攻擊 這麼近的球 王品浩達成了楊綺 李思宇 繼續 李思宇再躲 低一點 核心翔再出手 李思宇還是躲過 結果這邊藍隊球出 借紅隊的球 對 賀君翔跟王品浩的策略 就是找到一個點 就完全攻擊他就對了 把他們最強的那個先打上 對 小妹 吳君自己接到這個球 不要急 賀君翔也建功了 雜中的廖允潔 他自己進場了 現在反倒人數逆轉 藍隊六個 紅隊秀允潔了 外場的 賀君翔 賀君翔 對 關鍵的那一接 就在他的 腰部旁邊 用腰部腰部 位置 有點接起來 快點 快來一接了 對 不要急 不要急 那球有點太軟了 王現在抽時間了 現在抽到十秒了 好 加油 太多了 時間到了 最後呢 藍隊那場勝六個人 紅隊勝四個人 我們躲避球賽是 採取三戰兩勝次 所以藍隊是以 直落二獲勝 我印象很深刻 是你跟那個茅蒂是吧 對 褲子 兩個人 心臟爆氣 很胸狠耶 很胸狠 因為你丟過來球 我接到 我覺得這個是 其實我當下有點忘記 你到底是 但是你丟還是免受 我就是用肥 你全部 對 他就在毀 那你又接起來 對 你當下有傻眼 然後我 不要再打 換人 轉一步 不要轉一步 是 那那個三哥呢 那個躲避球項目 另外我覺得在藍隊有 我覺得藍隊打得 非常有策略 裡面還有一個非常有 領袖氣息 氣質的賀君翔 賀君翔 我覺得非常棒 就是他整個那個策略非常清楚 兩個就是直接找對方的一個人 就不斷地去做攻擊跟測驗 這個是非常棒的 因為可能我們第三季 剛比完其實沒有太久 所以我覺得在之前的密集的練習當中 我們其實有警惕之前的教訓 然後因為教練教我們 其實我們要 然後讓對方分好一抄你的球 然後就是鎖定的那個人 就要一直攻擊 來 攻擊獲勝的是 藍隊 謝謝 謝謝 恭喜 恭喜 再開始 上半場六分鐘 由藍隊先取手進攻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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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賀君翔要往裡面擠嗎 給外勁的王品浩出手 你們都在PENLOCK 就製造後來一線的王品浩得分 又打得很漂亮 給小球 外勁的球最帥 And the one 邱語成的助攻給王品浩得分 王品浩在裡面的高度算是最佳的優勢 對 他有189公分的高度 所以藍隊場上的高度確實還滿佔優勢的 而且王品浩也是同德加雙一次醒無科大的 打過HBL跟UBA 對 這次先把藍隊抵制 打球眼鏡 王品浩對眼鏡拿下了4分 這球超過 會是5號郭彥均 郭彥均 郭彥均這個球 毛底抄回來 對 閃被抄了 品浩打他 打這個 上 好 靠速度過 這個球沒放進 外線的碰盪 短了 不要緊 剛剛毛底 完全就是靠年輕 速度就過不年輕 是 外線 OK 王品浩 好 現在最後的5秒 5秒 王品浩 這個球彈了一下沒有進 最後1秒的出手有沒有進 上半場結束 目前藍隊是6比3 3分領先 上半場藍隊是6比3 3分領先 藍隊的6分 通通是王品浩拿的 而至於紅隊的3分 是郭彥均2分 王家良1分 要推土機進出 對 結果這個球彈了出來 都憑三哥覺得 以王家良那種身體的厚度 沒有辦法像這個 巴克里那種推土機 推進去打嗎 還是會 其實這一杯的單打 因為附近 黃品浩 他的經驗池比較有 所以呢 可以利用 他去做一個演復 然後對方在 防球的考驗上面 才有比較好一個進行機會 好 賀軍翔剛剛標記一封 我好笑 好笑 報紙動作 這顆球放到NBA去 好好研究一下 對 來 今日的高光 好看哦 賀軍翔好球連綿 還連拿3分 這藍隊已經是9米3了 賀軍翔又來了 不能一定要籃球 好 過激手 好 又回來 黑金翔又擺進去 這1分了 1 對 再來 吳彥均勾勾勾出手 有 過了 快了 進到3顆球拳了 是 現在是5分差 得要去犯規戰術嗎 犯規可能都來不及了 好 比賽結束 主要比賽最後的結果 藍隊是12比7 拿下了男子籃球3對3的勝利 全區運動會 唱完一下九陣賽 進行了四項非常精采的比賽 獲勝的是 藍隊 恭喜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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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三哥宣布 MVP得獎的是 藍 也就是說那個 身高最高的那一位 得獎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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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恭喜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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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提搭門落在這次全民心運動會 唱完一下挑戰賽 而且是123技的選手當中 脫穎而出拿到NEP 來得獎感言 就是今天很開心 就是你整天下來 然後讓我體會到這些 就是參加全民心運動會的 很多副意 然後而且又是跟這些學長 去減分然後一起 完成這些比賽 然後我覺得最重要 就是要謝謝哥哥在辦這個活動 讓我可以追上翔哥 crash C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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